就是视频中这位60岁的功夫老爹 最近名扬海外 因幽默的武术表演 他被外国网友误认为是成龙 以扫把为长枪 用水管做长剑 娇花时令到拳 打扫卫生时也要耍套棍 他和吴京李连杰同门 他究竟是何方武术高手呢 水花灯功夫频道为你揭开答案 他叫梁长兴 网名功夫老爹 1961年生人 今年刚刚60岁 1973年 梁长兴被父亲送到北京时差海底校 开启了学武生涯 三年后他入选北京武术队 师从著名的武术教练吴斌 与功夫明星李连杰 吴京 郑子丹师出同门 梁长兴曾担任当地武术队男队队长 七次获得全国武术比赛行义拳冠军 在武术界颇有名气 他最擅长的行义拳 是传统内加拳拳法之一 进步批拳 退步横拳 看得出来梁长兴不稳身正 尽力诚实 动作一气呵成 干脆利落 当时随着功夫电影《少龄四》的走红 武术专业运动员都期待成为下一个李连杰 梁长兴本人也曾被导演看中 但性格内向的他 对此并不感兴趣 1988年 梁长兴选择了海外闯荡 先是开武馆 后来创办了武打仪式工作室 此后几十年 始终没有放弃武术 想把传统武术的魅力传递给更多的人 梁长兴开始尝试用短视频来展示功夫 他的首秀是踢瓶盖的挑战 不同于其他挑战者 一脚踢开一个瓶盖 梁长兴一个利落的高扫腿 竟然踢飞了三个瓶盖 海外网友都惊呼了 踢瓶盖原来还可以这样 之后他模仿李小龙 郑子丹等不同动作明星的招牌动作 交花时以水管为鉴来一套行与流水的花式建法 拖地时用拖把当棍来一段铿锵有力的棍法 甚至当家里进行节日装饰时 也能救手拿起彩灯来一段九节边的表演 花园客厅走廊几乎每个地方都成为他 即兴表演功夫的场所 而他自导自己的自己打自己的视频更是好评不断 无论是出击还是挨打都力度十足提醒了功夫高手的专业 梁长星接地气的武术表演 扎实的武术功底 征服了外国的网友 获得了一百多万的粉丝 数千万的点赞 他们纷纷感叹 原来武术还可以这么练 是成龙吗 想学中国的传统武术啊 梁长星则解释道 虽然我也是中国人 也确实有练武术 但我真不是成龙啊 梁长星把武术功夫 融入了日常的生活 不仅让武术更接地气 也纠正了很多国外人的刻板印象 有网友称赞他呀 为中国人和中国功夫争了一口气 也有的说 武术不过是花拳秀腿 其实武术不只是为了打斗 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梁长星做了最好的注解 那么你觉得梁长星的武术功夫和成龙的功夫 两个人比在一起的话 谁更厉害呢 欢迎留言评论 关注我 下期见